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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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总算为我师父报仇了 现在老徐死而无憾 老徐有一个要求 希望国师成全 老徐过世之后 老徐过世将老徐的尸体运回泰州 老徐过 葬在古墓里 让我陪着我师父 用老徐照顾 我答应我一定做到 老徐过世 老徐过世 老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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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徐过世 老徐只不主 我现在无论 老徐我还没死 总算蒋面沈万三了 这件事也算圆满结束 柳国师 高明师父 这一次你们杀天魔的计划 也算是大功告成了 这可惜啊 老徐他 阿弥陀佛 老徐 你就安心地去西方极乐社界 否祖一定会帮你加持的 四弟 接过太子 四弟 不用多礼 太子 四弟 一位有伤在身 在何家中疗伤 对沙天魔一事 没有办法尽力帮忙 感到非常地抱歉 不 四弟 你别这么说 何娘娘可以说是 这一次剿灭沈万三最大的功臣 何娘娘说为了救围臣而身受重伤 围臣十分惭愧 娘被蒙命人带走了 到现在生死不明 我非常担心她的安危 所以特地来此 请太子恩主 让我去寻找我娘的下落 应该的 四弟 你放心地去吧 玉林军的事本王会交代副将 战时代理 你如果有事就飞鸽传书 本王必定全力协助你 多谢太子的成全 那么 朱棣就先告退 嗯 卧师 老徐的后事就劳你费心了 是 启禀太子 这件事就交给月瑶好了 我管来就打算回泰州安葬阿勇 就让我一起将老徐的遗体 带回去泰州葬在古墓之中 那么他们师徒俩也能做个伴 月瑶也好放心地去云游四海了 月瑶 你不继续留在皇城吗 皇城是我的伤心地 如非必要 我是不想再回来了 既然如此 月瑶 你自己一路上要小心 多谢太子 月瑶先告退了 刘博士 国庸呈上奏章 说他身受重伤 所以必须要休息一阵子 暂时不能上朝 此次剿灭沈万三 他不顾自身安危 立下大功 着实令本王对他另眼相看 待会儿你带本王的手遇 带本王去看看他 并且告诉他 从现在开始他跟你们一样 出入御书房议室 无需通报 臣遵旨 不过太子啊 这些事情啊都还是奇次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啊 要赶紧把那个下落不明的 传国御习 召回来比较要紧 没错 刘博士 依你看 传国御习会在哪里呢 回太子 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御习的时候 是在朱爽的手上 所以现在御习很有可能 还在朱爽的身上 朱爽 没错 回太子 朱爽现在虽然是无罪之身 而且他已经发疯了 不过御习还是很有可能在他身上 所以还是要请太子加派人手 寻找朱爽的下落 将御习拿回来 这本王知道 本王会下令加派人手去找他 啊 国师 还有 这皇陵的风水已经被破坏了 幸好 这龙金珠在青年龟甲的保护之下 还完好无缺 我们是不是 应该再找个龙穴重建皇陵呢 启禀太子 皇陵是必须要重建的 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微臣有另外一个想法 哦 六国师 你又有什么样的奇招了 启离太子 如果要另外找龙穴重建皇陵 不如直接将真龙之器 汇入皇宫之中 要是能这样那就最好了 不过要如何将真龙之器 汇入皇宫呢 回太子 嗯 微臣想在印天城的四周做风水的布置 将真龙之器汇入印天城里 然后在皇宫之中建一座九龙壁 将真龙之器汇集在天子座前 这样不但能增强大门朝的古运 也能够让历代天子深受元器 成为上天寿命得责百姓的贤民军容 很好 那么就照国师的意思去做 臣遵旨 嗯 情况不是很好 除了被天魔所伤之外 心病 才是使得你病得如此沉重 最重要的原因 老了 人要是上了年纪 总是会有些事想放不下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你看吧 你会愿意说吗 你记不记得 上次 也是在同样的情形下 你替我罢卖过 我当然记得 你失去武功 不过 却装病让我看 想不到我们俩斗了快一辈子 竟然也有牺手合作的时候 是啊 第一次合作 就配合了天衣无缝 顺利地除去了无人能敌的天魔 不过 如果我们能够共赴国事 那么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打算 如果我们都一样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次解决天魔 你拎下了大功 这是太子的手蕴 从今以后 一进入御书房议事 不需要先通报 太子 总算又肯正是我护卫庸了 那么你就赶紧好起来 我还等着接你的招呢 放心 有你这句话 我就算死了 也会从棺材里边爬出来的 好 我等着 一连我问的对手 只有我胡为庸一个 其他什么人 都不准抢这个位子了 不准抢这个位子 一边太好了 他在这一面 他会着 我饿了 有你不得了 你不不得了 我饿了 我饿了 约瑶姐 你真的一定要回去吗 你一个人回泰州 会不会太孤单了 小粽子 你不用替我担心 我要阿勇陪我 怎么会孤单呢 之前 我为了报仇 失去了许多 和阿勇相处的时间 现在所有的恩怨都过去了 我就有时间 好好地陪阿勇 这样不是很好吗 阿勇陀佛 玉瑶 我知道你这样做 是因为你对朱燕用情很深 可是愿赠惠 轻别离 人生啊 本来就是无常的 你千万要懂得这个道理 否则你还年轻 人生的路还长得很呢 千万别因为这件事 也想到那对人生的观念 高斌师傅 听你这么说 使我更觉得对不起阿勇 之前我为了报仇 但绝了所有的感情 让我自己 变成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使阿勇痛苦 是我亏欠了他 现在阿勇走了 我要是不为他做点什么 我这辈子永远都不能安心 月瑶姑娘 你的心情我能够体会 这前尾和你一样 辜负了爱我的人 所以我的心情 一直在悔恨之中度过 我不会劝你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我只希望 你能够早日走出伤痛 也希望我们后会有切 我祝福你 国师 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你 之前我为了报仇 甚至还要误会你 处处跟你作对 可是 你不但不跟我计较 还一直帮助我 你的宽容 月瑶实在感到很惭愧 现在月瑶要走了 请受月瑶一拜 不行不行 月瑶姑娘 请请 不要这样 我送你 国师 请留步 明天九龙碧开光点眼 你一定还有很多事要吗 月瑶 先告辞 你们大家保重 你也保重 阿弥陀佛 佛祖帮你加持 爹 你 你怎么会来应天啊 我来应天 想要参加九龙碧的启用大殿 顺便来带你这个逆女回去的 爹 你 你也知道要回来 你干嘛下手这么重啊 我如果不好好地打你 你还知道自己错了吗 女儿 女儿做错了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想要帮助你 才会留在中原 你还敢强策夺理 本来就是嘛 我这趟去京城 一方面 想帮师父完成副国大业 另外一方面 还不是想帮助爹 完成 颠覆大明朝的心愿 你不是 一直妄想 驻元璋的龙椅吗 现在 女儿都已经渗透进去 很快 就可以完成你的心愿了 为什么 你偏偏在这个时候 就师父把女儿给带回来 笑话 我苦心经营多年的大计 差一点就被你的猛撞给毁了 还说是在帮我 你也不知道 那个胡温庸已经对你起了疑心 他早就派人去了无音谷 调查七公主早就死了的事 什么 你看 天真 无知 要是再让他继续追查下去 让他查出了我们的关系 那该怎么办呢 还好我叫你师父 即使把你带回来 要不然事情就严重了 爹 你为什么老是不相信女儿 之前那个胡为庸 不也是被我唬得一愣一愣的 还有天娘子何贵妃 也是乖乖听我的命令 要不是他后来搞什么复活大法 把自己南无里国的血脉都去除了 到现在他还是我的一步棋呢 你还有脸对着爹大胡小叫的吗 提到这件事行我就生气 你什么人不好动 偏偏去给我动何烟你 要不是他爷复活了 我早就把你的腿给打断 爹 你这是做什么 好歹我也是你女儿 你居然因为我动了一个外人 想要打断我的腿 这太没有道理了 你还敢说 你是不是存心要跟爹过过去 信不信我先马上把你关起来 饿你的三天三夜再说 爹 你怎么可以这样吗 我警告你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觉得你动何烟您半根寒毛 要不然 我就对你不客气 听见没有 为什么 难道这个何烟您 比我这个女儿还要重要吗 没有为什么 不准就是不准 哪有人这样的 不告诉我原因 又要我乖乖听你的话 我不回来 又应该师父把我带回来 爹 你 你太过分了 你不回来 以为爹 不知道你不想回来的原因吗 我 我还不是想要帮爹的忙 帮忙 你那个三角猫的眼计 满得过爹的眼睛吗 你爹 我说出来吗 为了一个三角猫的废物 这样值得吗 什么废物 朱爽他 他 他怎么样 你该不会妄想 要跟那样的男人白头偕老吧 那样的货色 你是绝对不会看上眼的 爹 你又没有亲眼看到 你 我在京城会没有眼线吗 嗯 光听他们传回来的消息 爹对他的印象就很不好 爹 你都是听人家说的 他 别给我闭嘴 我说一句 你就给我顶一句 你给我听好了 爹已经帮你安排好一门清智了 爹对他的印象就很不好 爹 你都是听人家说的 他 你给我闭嘴 我说一句 你就给我顶一句 你给我听好 爹已经帮你安排好夜门清智了 让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我马上就让你们玩会 清智 爹 你怎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这样安排呢 女儿的清智 本来就应该是爹安排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还有什么意见 不行 不行 爹 我 好了 我懒得在跟你争论 从现在起 没有我的允许 我不准你离开大门一步 要是让我抓到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处理了 嗯 爹 嗯 梁国公来与大将军到 梁国公啊 梁国公最近年镇守一方 梁国公即朝走动 他会来一天 可是一件大事 梁国公 你好 梁国公你好 各位久违了 大家好 好好好 能够看到这太明圣事 我满月他都非常地欣慰 但愿这九龙壁落层之后 嗯 从此国运昌龙 又是太平 哈哈哈哈哈哈 伯温进过梁国公 哦 我是 好久不见了 哈哈哈哈 自从铁比诗案之后 本将军已经很久没有进京来了 这都是拜国诗 你当年参我一本 勇兵自助 只可驻防边疆 不可令其进京 以防势逼皇城所为 哈哈 好说 好说 两国公兵多势大 在冀州举足轻重 确实是不适合动辄来仇 只可惜天不从国师的愿 现在太子临朝 我是太子妃的母舅 算起来太子也是我的职儿辈 我满月要来京城 恐怕太子只会欢迎 不会拒绝 哈哈哈哈 国师啊 国师 恐怕现在也让你失望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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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千岁到 太子千岁到 过去把这些招待人来 我们有事 咱们有村民 准备 我们有村民 为神仇 祝大家 你都见到 那才够 我们有村民 不可 你认识 说 你都有村民 这几年来 我们大明朝内忧外患 风雨不断 之所以会如此 乃是因为黄陵风水遭人破坏 幸好这龙金珠 在千年龟甲的保护之下 还是完好无缺 本王原本想要另找龙穴 重建黄陵 不过 国师渐言 要是再找龙穴来建造黄陵 非一朝一夕之事 这段期间 若是龙气涣散 将会造成国运不利 因此 不如直接引进金陵周边 所有山川地脉之气 形成九龙宝穴 所以 才兴建了这座九龙壁 好让龙气 汇集在天子座前 加持大明国运 加持我们大明朝 世代天子受龙气熏陶 成为上天授命 得责百姓的贤明君王 太子因明圣德 才会建造九龙壁 汇集大明朝 最精华的山川地脉之灵气 但是为了要保护大明的江山 不只是靠龙气而已 我们这些镇守边关的将军们 跟我同心一致地保护着大明朝 辅佐太子 黄舅 这一次的九龙大典 你能赶到皇城来关礼 这是本王的荣幸 哪里哪里 先前太子的登基大典 我无法参加 所以今天我特地带来了个礼物 我也送给你 这是 这是为成麾下的将领 打下来的胡帝 要送给太子的 恭喜太子 贺喜太子 太子 以后你有什么想法 政务 你尽管去做 不用怕旁人有什么想法 我梁国公 蓝月 挥下百万雄兵 是我们大明朝的太子 最好的后盾 这 黄舅 有你这句话 我跟太子就放心了 有了本将军的支持 加上这九龙碧的灵动之气 我相信我们大明朝 会迈向一个 文质我功皆强的盛势 愿我大明 国运昌龙 地业稳固 我大明朝 国作万年 皇上万万岁 万万万岁 太子千岁 千千岁 好 很好 吉时到 请国师生谈 公请太子 为九龙碧 开光点眼 其余 九龙的开光仪式 就有请国师带来你 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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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离太子 开光点眼已完成 祝太子正宫康太 大明 国作万年 且慢 朝将军 有什么事吗 為前度 加理想 當塞人把衝衝衝 衝到彼像 花座的力量 用 農子也有火頭是 派驚的出頭天 這敢不股人口 會出丹心心 七秉太子 开广典议已完成 祝太子正宫康太 大明国作万年 且慢 长将军 你有什么事吗 不是 现在九龙碧建在这里 万一要是遭人破坏 那该怎么办 朝将军若有疑虑 可以亲自试一试 太子千岁 末将 青山 你精怪事吧 末将遵命 柳国师 你找的真的是一个好龙穴 希望我们大明从今以后 能够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大力于地业了 但愿如此 国师 低你的口气 难道你还有什么疑虑吗 回太子 微臣并没有疑虑 但是孟子曰 王何必约历 仁义而异 我是认为龙穴风水虽然重要 但是以仁义治国 厚执实力 才是安邦定国的根本之道 可是 太子 国师说得很对 你有此名师 就该惜福了 不要再可是了 黄舅说得是 黄舅教训得好 黄舅这些话是说给我听的 我承认我过去很不懂事 所以才会惹出这么多的麻烦 可是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了 我会尽量做一个贤明的太子妃 也会约束自己的弟弟 青山 你说对不对 对呀 对呀 国师 我知道过去我的个性比较直 比较冲动 不过人家说知错能改 善莫大马 我现在已经赶过自新 很大马了 我保证以后我绝不会再胡作非为了 常将军啊 哎呀 你说得真的好诚恳啊 不过这句话 我记得没有被你改过之前 应该叫做知错能改 善莫大烟 对 知错能改 善莫大烟 是大烟 是 是 是 梁国公 现在太子妃和常将军已经改过自新了 他们带领常家军造桥铺路 帮助百姓重进家园 造福百姓 相信这些百姓一定愿意原谅他们过去 所犯下的错 对 这样才对吧 人家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你们在一天的一举一动 我都清清楚楚的 别再让我听到 你们有什么不对的事情 要不然我这个黄舅 不管你是太子还是太子妃 我头一个就处罚你们 知道吗 黄舅 请你放心 经过今日 在本王的摄政之下 你所看到的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大名盛世 光靠你摄政有什么用啊 这也得靠黄舅替你镇守边关哪 对对对 今后这个镇守边关的重责大任 就要劳烦黄舅你了 这是我跟皇上的事情 我用你们这些小辈来吩咐我 是 刘古师 我们早就听说 这蓝玉他风平不好 今天 你看他的表现之后 你觉得这传闻 是真的还是假的 刘古师傅 你不知道孔子说过一句话吗 以貌取人 是知子语 哦 子语 子语什么意思啊 这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从一个人的外表去判断这个人 你很有可能就会看走你 哦 不过一个人哪 你跟他初次见面的时候啊 不以他的外表来判断 他的心 你也看不到啊 那你要怎么判断这个人呢 非孟子曰 存乎人者 莫良于眸子 眸子不能野其恶 胸中正 则眸子了焉 胸中不正 则眸子冒焉 听其言业 观其眸子 人焉搜哉 哦 你说这个啊 老拿我就了解了 不过为了要避免有人听不懂 你能不能说得白一点 高明师傅 孟子的意思是说啊 你如果要看一个人 就要看他的眼睛 如果他的心正 他的眼神一定是清澈的 如果他的心不正 他的眼神就一定是灼的 所以你要看人 一定要听其言 观其形 绝不能野貌取人 以免将来受骗 嗯 那麦劉国师啊 你可不可以啊 把你对蓝玉这个人的看法 说出来 让老拿我稍微参考一下 蓝玉这个人 当年是和皇上 常玉春 徐达 一起打天下的 他为皇上立下很多的汉马功劳 皇上为了赶进他的功绩 所以封他为梁国公 可是他自视甚高 并不满意 他经常是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但是因为大明朝一半的军权 都在他的手里 所以皇上对他也是非常地容忍 可是这些年来 蓝玉他骄傲自大 冀州传言的消息 都是对他的控诉 而且他常上奏章 弹劾与他不合的文武百官 他要厚执大军 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 他的势力很大 根本就无法管 这也是为什么 我要在皇上面前参他一本 尽量别让他进城 不过刚才我看太子 对他全无见性 他教训太子的时候 言辞虽然锋利 但是眼神却见闪烁 所以我认为 他绝对是心口不一 高明师傅 我们若是和他周旋 一定要小心为上 嗯 刘国师 你说的真是好啊 那依你看哪 他这次来应天 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啊 嗯 我觉得他这次来应天 动机绝不单纯 一定有什么目的 不管我的推断是对还是不对 我们都要静观其变 好 我们就看看 他到底也要怎么变 先从哪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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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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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彰 你怎么了 岳师 宝王身上突然间像是被针刺了一样 怎么会这样 主彰 来人 来人 主彰 刘才在 尚公公 快进行医医 刘才孙举 主彰 主彰 你不要吓我 主彰 太医 快点 快点 我来了 我来了 太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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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不及了 好了 好了 快点 快点 学道 快学道 快点 快走 怎么会这样的 快点走吧 快走 快走 快点 快点 快走 快走 先生 您也是被雷声吵醒的吗 你们都在这 先生 这雷啊实在打得太厉害了 我就起来看一看 看国师傅有没有什么损伤 老大 我是觉得 这雷电交价很怪异 老师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 高门师傅 你觉得这种雷电交价 非常的反常 要是以今天的天象来看 不应该雷电交价成这样 这绝对不是自然的现象 不过 这响令天魔宫的沈万三 他都死了 难道还有什么人现在搞鬼了 刘伯师 你也把算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形 小笼子 把鬼奖拿来 是 先生 不好了 先生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卦象的意思是 九龙宝旭遭受破坏 整个精灵的山川地脉之气 全都被牵动影响 所以天后才会出现这么反常的现象 老师 那么会是什么人这么大胆 竟敢破坏我们才刚不找的九龙宝旭 高门师傅 我们快过去看看 走 李渔医 怎么样 太子到底是什么毛病啊 前面太子 太子妃 秦术小的医术不精 无法判定 太子究竟是得了什么病 什么 无法判定 李渔医 本王的身上 就像被针刺到一样 全身都很难过 你竟然查不出原因来 是啊 李渔医 你是不是看得不够仔细 要不要重新再看一次啊 太子 太子妃 小的竟看过太子的背上 并没有任何的外伤 但是 太子的脉象如此紊乱 实在是找不出条理可言 找不出条理可言 怎么会这样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下官告退 下去吧 齐笔太子 大事不好了 何事惊慌 九龙宝血已经遭人破坏了 什么 是谁这么大胆 不行 本王一定要去看一看 朱镖 你等我 朱镖 你等我 朱镖 太子 太子 不用多脸 国师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太监来报 说九龙宝血 遭人破坏 不过本王怎么看不出来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齐笔太子 九龙宝血 确实被人家破坏了 而且气场已经改变了 气场已经改变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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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武士 难道我也没看出来 到底什么地方被破坏了 太子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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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走了 那条龙竟然飞走了 糟了 怎么不进 阿弥陀佛 老大我看了 事情又严重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国师 一个好好的九龙壁 怎么会有一条龙 就这么飞走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国师你要知道 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本王希望你一定要查明真相 否则叫本王如何心安呢 太子啊 其实柳国师已经为了这件事情 补了一卦 而且也得到了一些线索了 既然这样柳国师 你快把你补的卦说给本王知道 回太子 刚才那条龙因为受伤而发怒 已经转为一条聂龙 聂龙 没错 而且这条聂龙已经飞离宫中 去找他的新主人 新主人 那么该怎么办 刘国师 刘国师 本王还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胆 竟然可以闯入皇宫 将这座新建的九龙壁破坏掉 你是不是有办法算出来 为太子 为太子 这件事情 为臣一时还不能了解 不过请太子放心 为臣一定尽全力去追查这件事情 给太子一个满意的答案 也只有如此 那么 这件事 就全全交给刘国师 跟高斌师傅来调查了 本王命你们 一定要赶快把这个人找出来 平起这个风波 知道吗 臣遵旨 臣告退 阿弥陀佛 可恶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那条龙就这么飞走了 奇怪 他到底要飞去哪里 他到底是什么 好 好 还好 好 好 我 好 好 好 宅 了痛苦藏心中 別再說 別再說 離開真的眼鏡 心愛的車沒中 悶痛的心悲傷 但我會高興 我會高興 為政党和理想 冬塞人把衝衝衝 衝著悲傷 花在流量 勇敢向前衝 臨海茫茫 添海茫茫 我要好求好長 你可求 啊 哪 中呢 美女女與否 超ooh 財 househol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